宣传强军思想 讲好强军故事 展现强军风貌 中央电视台 军旅文化大事业系列节目 强军故事会军校篇 重磅开场 来自全军十七所 军事院校的优秀学者和教员 共八十八名讲述者 带着他们的故事 陆续登场 激情开讲 他们用坚活的语言 激情的演出 精彩的表演 给我们带来一个又一个 动人的强军故事 军旅文化大事业栏目 邀请您走进我们的演播室 和我们一起聆听强军故事 唱向强军传歌 今天是大连剑庭学院专场 我们邀请国防大学 军事文化学院教授陈希 海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 国家一级演员 楚智博 国防大学 国家安全学院教授 卢勇 作为本场嘉宾 我们的故事会现在开始 我们的故事会现在开始 今天是大连舰艇学院专场 共有五名讲述者 有请第一位上场 三位老师好 我是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 骆海波 海波你好 欢迎你来到故事会现场 据我了解 你凭借着你所掌握的 海洋海质海产品方面的 扎实的知识 你在全国大学生 海洋知识精彩当中 脱颖而出 获得一登奖 来到故事会现场 将给我们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故事呢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 母力助我得大奖 好 你来讲 我们听 2016年11月 我和两名战友 代表海军 参加了在厦门举办的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海洋知识竞赛 我们包揽了冠军 季军第四名 创了历年来参赛高校的 最好成绩 继军得主 便是我 参加这样的比赛 不是报了名就可以 以严格著称的我们学院 在校内就进行了三轮选拔 五次考核 另外 知识点可谓好如烟海 竞赛涉及的知识 包括海洋法律法规与管理 海洋经济与产业 海洋防灾减灾 海洋自然地理 海洋资源环境 海洋教育与考察 海洋实事 等等 虽然我的专业是测量工程 与海洋自然地理科学考察 关系较密切 但还是难以满足竞赛的需要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只有勤奋苦学这一条路 第一轮选拔是面试 三十选十六 我刚好排在第十六名 这个名次真的是太尴尬了 下一轮晋级的希望太渺茫 那时候我们正在进行 暑期体能强化集训 集中看书的时间少 有一次啊 训练间隙的时候 当我掏出小卡片 坑子坑子背提 边上就占有调侃网 别费劲了 反正你也选不上 就是这再次的话 却坚定了我非常不可的决心 当别人都觉得希望不大 而犹豫的时候 如果我坚持 那机会不就来了吗 那就不管战友们说啥 抓紧时间看书就是了 第二轮选拔是比试 十六选七 我又一次尴尬了 排名第七 又一次溜边进了下一轮 也好 只要不中弹 就要向前冲 绝不放弃 最后一轮选拔 七选三 最终结果 我排第三 虽然这个名次 还是有点尴尬 但终于有资格 站到全国大赛的舞台上 全国大赛 有来自浙江大学 厦门大学 南京大学 等三十所高校 四十名选手参加 他们是从全国几万名 地方大学生中 层层选拔 一路冲杀上来的 不过和他们PK 我还真是一点不紧张 因为那些知识点 早已经在我的大脑里 数列 比较惊险的 是比赛中的突然死亡环节 这一轮里 我们每组四个人 主持人读题后 三十秒内作答 无论之前成绩多好 只要错了 直接淘汰 我们组遇上了这样一道题 中国从北到南 养殖范围最广的海生物 是什么 听完题目 我又犯尴尬了 因为我知道答案的范围 但锁定正确答案 我还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时间滴答 滴答 滴答地走着 我的大脑 也在飞速地思索 不经意间 我瞥了一眼边上的选手 发现 他似乎也是毫无头绪 这说来也奇怪 这脑子一放松 正确答案 一下子就闪现在我的脑子里了 最后五秒钟 我大笔一挥 刷刷地写下了答案 时间到 我们四个人 同时亮出了答题板 四个人 竟然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答案 虾 海带 紫菜 我的答案 是牡蛎 主持人很惊讶 台下的观众 也是一片哗然 当背后的大屏幕 亮出正确答案的时候 我没有回头看 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因为我知道 这个掌声 就是送给我的 没中担 那就继续向前冲 就这样 我一路稳扎稳打 最终获得了 全国大学生海洋知识竞赛 一等奖 第三名 将受邀 跟随远洋科考船 赴深海大洋 进行科学考察 现在 正在这里 我最想说的就是 机会的赢得 不仅需要扎实的知识积累 更加需要不懈的坚持 因为最后的胜利 往往在于 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我的讲述完毕 老师你好 我是一个影视演员 我怎么也没想到 在军事上边 这个比武比赛的时候 还能出现这么多的海洋 生物的这个题目 我们国家从北到南 有多少种这个海生物 这就太难了 你是怎么把这些东西 装到脑子里的 老师 我身为海军 对海洋本来就有天然的亲切感 为了参加这一次竞赛 我们读了 二十多本相关的书籍 掌握了三万多个知识点 我们就对这个知识点 进行了梳理 总结 归纳 采取这个理解式的记忆方法 从而达到了这个 比较事半功倍的这种效果 因为 楚老师是这样 我的妈妈呀 其实是您的忠实的粉丝 她特别喜欢看你的剧 待会咱俩照张照片 回来你把照片寄给你妈妈 好 那她一定很开心 那我就考考我楚老师吧 比如被称作天下第一鱼的 是哪一种鱼类 平鱼 不是 要不我就跟楚老师说答案吧 说答案吧 正确答案 是松江鲁鱼 松江鲁鱼 鲁鱼 对 那是江鱼 对 相传啊 就是当年乾隆皇帝 吃了这个鱼之后 赞不绝口 所以就刺了她天下第一鱼的称号 这就是她的来历 哦 她这个 这个我理解 因为江鱼在里边 跟那个大风大浪 搏斗的这个机会很少 肉质不一样 肉质不一样 它很细很嫩 它所以没有那么多的刺 所以说这个竞赛的体是五花八门的嘛 谢谢你 谢谢 洛乃波你名字里面有个海 是不是海边出生的 老家在哪里 我是浙江人 对 靠海吗 不是靠海 我还就是靠海 我是宁波来的 从小吃海鱼长大 但是你刚才那个题目啊 让我去回答 我也会回答虾 我们听到说这个虾兵蟹将嘛 虾是比较多的 没想到正确答案是牡蛎 可见你的准备是充分 如有神助 你讲述了一个 军中学霸是怎么练成的 谢谢老师 我们知道的是勤奋和勇敢 作为军校学子呢 你还有一个战场 就是你参加的这个 就是竞赛的赛场 你在这个赛场上 和你的战友一起 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 体现了当代军校学子 昂扬的竞争动貌 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所以呢 你才能创造这样好的成绩 才能给我们带来 这么鼓舞人心的一段故事 祝贺你 谢谢老师 我很喜欢海波讲的这个故事 你的讲述呢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青年学子的成长之路 更让我们看到了 海军军校年轻军官的风采 还让我们看到了 海军军校在改革强军 转型发展这路上的 全新的风貌 而你是其中的一个亮点 谢谢老师 有请下一位讲述者 三位老师好 我叫吴孟琪 吴孟琪你好 欢迎你来到 强军故事会现场 接下来你要给我们讲 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带来的是自己参加 国际军事大赛的故事 是关于军人血性的故事 我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 叫捍卫国旗之战 好 你来讲 我们听 2017年10月 由我们学院六名学员 组成的中国海军代表队 奔赴卡拉奇 参加巴基斯坦海军主办 有中国 巴基斯坦 伊朗 斯里兰卡 等八个国家参加的 第二届国际航海技能大赛 这项国际航海技能大赛 着眼提高海军实战化技能 设置了游泳 帆船 船艺 救生四个大项 其中游泳包括了自由泳 挖泳 混合泳和 自由泳接力四个项目 总共是七个单项比赛 而赛程呢 仅为两天 对我们的体能储备考验还是很大的 2015年10月 在首届比赛中 我一共获得了四项比赛第一 我们海军代表队 也获得了团体总冠军 再次走上赛场 说想法很简单 不让在首届比赛中 获得的荣誉丢了 要让鲜艳的五星红旗 在国际军事赛场上继续飘压 这次比赛 我参加了救生 100米挖泳 100米自由泳 和四乘100米自由泳接力 四个单项 救生是整场比赛的第一个项目 其规则是在25米长的泳池中 参赛选手穿救生衣 先潜泳15米 出水后游至对岸 再返回到出发点 在水中脱掉救生衣 前置三米深的池底 救出溺水的甲人 再背着甲人游到终点 期间还要保证 溺水者的口鼻都在水面之上 这个项目 国外的海军 比我们起步早 有优势 而与我同小组比赛的 正是本届比赛中 实力较强的斯伊兰卡学员 但2015年我参加这个项目 就拿了第一名 赛后 当巴基斯坦的教练 得知我是一名 刚入伍一年的学员时 他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并说 你比我们的专业队员还强 这次 我相信 自己还能拿冠军 然而 比赛开始后的前半段 我一直落后于斯伊兰卡学员 到他返回出发点时 我已经落后了他 我奋力游回到出发点 在水中脱掉救生衣 准备去救假人 按照训练 这时要换口气再下水 但是我在水下看到他 已经救起了假人 准备向对岸游去 我要是先出水换气 再下潜救人 可就没有时间追上他了 我当即立断 不要换气 直接救人 尽管心跳越来越快 脑袋发胀 视线模糊 但我还是紧紧地 抓住了假人 咬紧牙关 使劲一蹬水 我终于冲出了水面 我缓了一口气 但根本就来不及多想 抱着假人 就向终点游去 渐渐地 持续发力的我 追上了斯里兰卡学员 在超过他的那一刻 我心头一乐 这冠军又是我的了 到了终点 我摘下印有国旗的勇帽 不停地挥舞 民族自豪感 和作为大国海军议员的骄傲感 游然而生 回到场下 队友告诉我 快到终点的时候 第二名离我 只有不到半个身位 要是之前多喘口气 恐怕就要和冠军失职交臂了 这可真是输赢就在一口气啊 休息了十来分钟后 我和战友们又站在了出发台上 我们顶住了一人多项 连续作战的体力考验 先后参加了挖泳 自由泳和自由泳接力的比赛 两天下来 我们一共斩获了七金 两银一铜 并再次获得了团体总冠军 成功打赢了这场捍卫国旗之战 作为唯一一名参加过两届比赛的学员 我一共获得了八美金牌 为两次获得团体总冠军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今年我将毕业 奔赴祖国的万里海江 我将传承大连静静学院 现身严格图强求实的基因 不松一口气 继续苦练本领 时刻准备着 做到赵之既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谢谢老师 但是实际上背后 我们可以说是 各个海军静女之间的一种较量 你之前的那位同学讲述的故事 是他在知识竞赛的赛场上 战胜对手的故事 是文笔 你是在国际航海技能比赛上 战胜对手的故事 是无比 你们的学院呢 正是文武双全 谢谢老师 赞一个 谢谢老师 吴孟奇 一米八六 老师我一米八七 哎呀 你看我眼力还是可以的 差一公分 因为你忙着一站 多棒啊小伙子 你是一个典型的游泳运动员的体型 从你这一段故事里 我捕捉到了一个细节 就是一口气 就这一口气 我用我的理解你这一口气啊 在还没打这场比赛之前 你心里已经憋了一口气 我是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来的 我一定要争这口气 就顶着一口气来参加这比赛 就胜利就也就在这口气 这个时候就可以扬眉吐气 对 然后呢 夺冠了 为祖国为人民为军队 争下了这口气 这就是军人的气概 谢谢你 谢谢老师 吴孟琪 你也一再说 输赢就在一口气 不松一口气 我相信 你只要一直有这种气在 那么 无论你未来 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你都能够战胜它 接下来呢 吴孟琪 我还很好奇啊 明年 你应该就毕业了 那么对于未来 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这两年 在网上流行这么一句话 相信三位老师也都很熟悉 叫做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那么我打算呢 在若干年以后 能够以一名舰长的身份 仗剑寻扬 捍卫海江 好 说得好 吴孟琪 只要你有着这种 不松一口气的精神 你一定能当好一名舰长 我们期待着 谢谢你的讲述 谢谢老师 有请下一位上场 三位老师好 我是海军带领舰艇学院的 维吾尔族学员 阿姨提鲁尼 翻译成汉语名字叫满月 满月你好 你的上场 让我们眼前一亮 你是维吾尔族姑娘 来自新疆 而在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当中 新疆距离大海最远 而你却身着海军军装 而且你还有一个汉族同胞的名字 这都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接下来 你要给我们讲的故事 一定会唯唯道出 我们想听的答案 对吗 是的 我今天讲述的是 我与海军带领舰艇学院的故事 题目是 会碗雕工如满月 好 你来讲 我们听 2011年的年底 我刚进入新疆师范大学 学习没几个月 得到了海军要找少数民族女兵的消息 我的家乡是新疆吐鲁藩山山县 号称唯一与沙漠连接的城市 在唐朝深的刺剧中 黄色的沙漠叫做汉海 但是我更向往蓝色的大海 于是我第一时间便报名了 面试的时候 女军官问我 你知道你要去哪儿当兵吗 怕不怕 去了不习惯怎么办 我回答说 虽然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一点都不怕 就这样我成了海军首次送新疆赵兽的20名维吾尔族女兵中的一员 而且我还是海军第一批上舰的女兵之一 登上了我国最大吨位的两栖作战舰 井冈山剑 2013年的4月9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那一天 习主席视察井冈山剑 我在机库担任引导员 习主席听说 我是来自新疆 吐鲁番的维吾尔族女兵 笑着说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亲切的话语 一下子拉近了我们跟最高同帅的距离 习主席亲切地询问了我的工作 学习情况 问我在军舰上适不适应 我意义地回答 他鼓励我要努力学习工作 为国防实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习主席亲切地接见和鼓励 更坚定了我投身海军建设的决心 2013年 我考入了海军军官的摇篮 海军大连舰领学院 成为首批考入海军高东元校的新疆籍女兵 但汉语基础的不够好 成为我在文化课学习上的困难 当初刚上井冈山剑做报兵的时候 有一次出海训练 因分不清口音 愣是找错了人 险些耽误了工作 内疚的我 跑到厕所里偷偷哭了一场 为了不影响工作 我就通过朗读报纸 请教战友 努力学习汉语 汉语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坐在建议学院的教室里 用汉语理解 教员讲授的知识 再加上好多课程都是零基础的学习 正是有些力不松心 一想到习主席的鼓励 我就有了动力 为了不掉队 我抓紧时间学习 每天提前两个小时起床 跑到晾一场复习功课 已有空就往教员的办公室跑 缠着教员给我开小灶 我们队的学习尖子 小丹妮也主动成了我的学习队子 有同学说 你们是学员首批的维吾尔族女学员 学员会适当地照顾你们的 我说 在学校里你们都照顾我 战场上敌人会照顾我吗 只要努力平博 我才能更好地为国防事业 做出自己的贡献 才能对得起习主席 对我的鼓励和关怀 在教员战友的帮助下 我的学习成绩有了质的飞跃 现在的专业科学习 我已经和汉族同学 站在了同一个基点上 我是这批维吾尔族女水兵中 年龄最小的一个 当兵是我笑过 心心是我哭过 出海是我晕过 军力生涯一路走来 肩负着习主席的期望 我在不断地成长 在舰上我被评为优秀士兵 优秀心心班长 在达尔的那一年 进行航海实习训练中 我取得了军事航海技能大赛第一名 我这个当兵前的汉鸭子 也在学校的游泳比赛中 取得了第一 我身上有着很多的第一 但这还不以为就是一流 建设世界一流的人民海军 我讲老几习主席 对我的鼓励 做一张能射天朗的满月雕工 我的讲述完毕 满月你的故事啊 很让我感触 要知道啊 以前女兵是不允许上军舰的 全世界都这样 但现在呢 女兵反而成了各国海军中的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而人民海军的这道风景线里面呢 现在又添了一轮满月 我们很多人都向往这个 石河远方的生活 我就从你的讲述中 看到了石河远方 你怀出来的是一般的梦想 从汉海边缘的城市 来到了几千公里之外的 真正的大海边缘的城市 这就是你的石河远方 所以祝贺你 祝贺你呢 在今后的强军实践中 再即再厉 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军女军官 谢谢老师 满月儿 老师好 我能感受到你笑过 哭过 晕过 对吧 然后一路走来 非常不容易 你是一个维族的姑娘 你要克服很多困难 那么现在 我想让你 如果对着镜头 对那些帮助过你的人 对那些个曾经鼓励过你的人 无论是你的战友 还是你家乡的亲人们 说一句话 你要说什么 我要邀请我的战友 我的同学到新疆 到我家做客 我要亲手给他们做 新疆的手抓饭 老师教授我们 那咱们有一个约定 咱们三个一定到场 好 我回家肯定会好好学做 然后你们来的时候 我肯定会给你们做 新疆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你能弄几个小节的舞蹈动作吗 就是你活着 这会儿就出来了 你看 所以他那个 他天生的 天生的 天生的 门歌善舞的民族 就这么点小孩都会 特别漂亮 那小孩 特别好 谢谢你的讲述 谢谢老师 满月 你的故事讲得很好 我特别注意到 你的故事 一头一尾 充满了诗意 你引用了北宋大词人 苏氏豪放词名作 江城子密州出列 是苏氏豪放词的代表作 那在这首词的上片 苏氏塑造了老夫辽发少年狂 英气勃勃的作者自我形象 词言就是 慧婉雕工如满月 西北望 涉天狼 这首词 苏氏原本说自己出列 但是到了最后这几句 苏氏呢 将出列与报国这两者 有机的统一了起来 充沛有力的表达了 他的爱国激情 这首词可以说是 利益高远 情绪奔放 我相信你一定很喜欢这首词 所以说 在你的故事当中 你引用了这首词 我也希望 你能够好好地 珍唐苏氏的这首词 把它当成你人生的作用名 好吗 好的 谢谢老师 也谢谢满月 谢谢你的讲述 我们有请下一位讲述者 三位老师 三位老师好 我叫吴浩 是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移民学员 吴浩 吴浩你好 欢迎你来到强军故事会现场 接下来你要给我们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今天带来的故事 名字叫做图强进取 竹梦青春 好 你来讲 我们听 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可能是身材最瘦小的那一个 即使在学校里 我也永远都是队列里最后的那几名 一般人不会想到 在入伍之前 我曾是一名跆拳道专业运动员 在省级国家级比赛中 都曾斩获佳绩 退役后还考入了地方大学 也不会想到 在考入舰院之前 我曾赋予于海军陆战队 两栖侦察队 我虽然是一名女兵 但是在战场上 没有性别之分 只有生与死的较量 即使在八百米高空跳伞训练中 我们跟男兵 也是一样的内容 一样的标准 八百米的高空 要说不怕 那是假的 但我是一名战士 这是我的任务 我的使命 想当初写下了请战书 签下了生死状 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 轮到我了 我心一横 眼一闭 蹭地跳了下去 就听到耳边是呼呼的风 心就像被紧紧地攥在了手里 揪得十分难受 那种恐惧感 无法形容 三秒的开伞时间 漫长的就好像度过了一个世纪一样 终于我感觉到有一股力量 从背后把我猛地往上一提 伞开了 我做到了 只要练不死 就往死里练 这是每个陆战队员最坚定的信念 只有不断超越极限 超越自我 才能锻造共和国 尖刀上的刀尖 因为舍不得就这么快脱下这身军装 经过了挑灯苦足 我考入了向往已久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但当坐在监院教室里的那一刻 习惯了训练场上的我 可是有点发懵 第一个学期高等数学才考了63分 差点不及格 那时候有人调侃我说 你就能在训练场上耍威风 有本事在课堂上也成成英雄呀 还有人说 英语四级就你能过吗 那段时间我真的是压力山大 教导员找我谈话 说 五号在训练场上你是尖子 我相信在课堂上你也能成为一个尖子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考场也是战场 作为一名战士就绝不能打败仗 从那天起 我开始像发了疯一样的学习 别人做一遍 两遍的提 我做三遍 四遍 甚至十几遍 一直做到会为止 经过了不懈的努力 在二年级的时候 我就已经考过了英语六级 还考过了计算机四级 2014年九月 我也以优异的表现 在童年级中第一批入党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2016年 当我和战友们一起取得了全军军事运筹杯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的时候 我骄傲地告诉自己 现在你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兵 还是一名优秀的学员了 但就在大三学年 在我们紧张地准备全军体能连考的时刻 我却因为低血压 晕倒了 脸上缝了十几针 但此时距离连考仅剩下两个月了 这可怎么办 只要练不死 就往死里练 我的倔劲又上来了 我不断地请教专业队时的教练 队友 又上网 泡图书馆查询了各种体能训练的资料 硬把自己逼成了半个体能专家 不能剧烈运动 就通过平板支撑 靠墙静蹲来维持肌肉的力量 最终在体能考核中 我获得了四项全优的好成绩 并因此荣立三等功 再过不久 我就要离开母校 奔赴祖国的万里海江 在未来的军旅路上 我一定会铭记 只要练不死 就往死里练的精神 在奔向深蓝梦想的航程中 破浪启航 谢谢大家 两个手指的给你点赞 太厉害了这小孩 九五号你是等于三级跳 第一你从专业队待过 能进省级队啊 那相当不容易了 然后你又从这块就啪 跳到了海军陆战旅 然后又从海军陆战队 啪 考入了大连舰艇学院 你是我们国家现代军人 对吧 改革强军的这个队伍里边的 文武双全的优秀战士 谢谢你 谢谢老师 好一个军中的坑枪玫瑰 了不起 为你感到自豪 女兵啊 实际上上战场 面临的更加残酷的挑战 因为你的敌人 不会因为你是女兵 他也派出一个女兵来 所以你的训练 必须跟男兵一样 这就是你们 女兵面临的挑战 而你呢 非常好的 克服了这个挑战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 而且你特别能给人 迷惑感啊 谁能想到这么苗条 小小的身躯里面 能够爆发出这么大的能量 谢谢老师 吴浩啊 你真棒 只要练不死 就往死里练 这样的话 由吴浩这样的女兵说出来 我觉得格外有力量 他还有一句 叫什么尖刀上的 对 共和国尖刀上的刀尖 他永远想在这个地方待着 对 你看他那个表情 追求卓越 就能看出来 所以啊 真是为我们的女兵 感到骄傲和自豪 吴浩现在的你可以说 是收获满满 现在呢 我就很好奇想问问你 对于未来 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家国危安市 青年兼上则 我觉得作为一名 未来的海军军官 无论我的岗位 是在深蓝大洋 批拨展浪 还是在高山海岛 驻守海防 我一定会精武强能 用青春之我 创造青春之国家 青春之军队 你说得非常好 谢谢您的讲述五号 谢谢老师 我们有请下一位讲述者 三位老师好 我叫孙城志 是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航海系的一名教员 孙老师您好 欢迎您来到强军故事会现场 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位老师 欢迎您 谢谢老师 刚才我们听了四个学生的故事 一文一武两位男生 再加上巾帼不让须眉的两位女生 她们的故事讲得都非常精彩 我想观众朋友们听了之后 一定会对大连舰艇学院 有了很好的认识 和强烈的向往 是这样吗 那是肯定的 他们非常优秀 我们舰艇学院的学员 也都非常优秀 四个优秀的学生 讲了四个精彩的故事 我想接下来 孙老师您讲的故事 一定会更精彩 那接下来 您要给我们讲一个 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要讲的故事是 1500多个电话号码 好 您来讲 我们听 在大连舰艇学院 从事海海气象教学 三十多年来 教书是我最大的乐趣 能得到学员认可 最令我自豪 可以说 桃李 遍海江 我手机里 除了有仅毕业学员的 电话号码 就1500多个 几乎每天都有学员 给我打来电话 讲述他们的甜酸苦辣 1987年3月 联合国授权我国 在南沙群岛建设海洋站 1988年的8月 永蜀礁海洋站 正式投入使用 为了提升车报准确率 使其达到国际标准 海军决定加强南沙气象力量 在学院的推荐下 1989年6月 在学院任教不到三年的我 接到了海军 派我赴永蜀礁 执行任务的命令 我毅然推迟了婚期 奔赴南沙 当时南沙没有蔬菜 淡水贵入油 生活极其艰苦 敌情也十分严峻 但在422天的首交日子里 我始终牢记 人在 交在 国旗在 是与岛礁共存亡的 忠诚誓言 满腔热血地 投入到工作中 不论天气多么恶劣 不论敌情多么复杂 我都认真观测 准时准确发出气象报 在我和战友们的 共同努力下 永蜀礁海洋站的 撤报准确率很快 稳步提升到 99.9%以上 南沙观测数据 正式被联合国采用 一次台风过后 我正在值班 听到有人喊我 孙教员 我兴奋地抬头 一看 原来是我教过的 83级航海专业学员 陈琦喜 手里还提着一捆甘蔗 他说 教员 我现在得建设担任 副航海长 这次是来南沙巡逻 得知您在永蜀礁 特意给您带来的 一些水果 可是由于台风影响 耽误了很长时间 南沙天气又炎热 潮湿 水果都烂了 只剩下了这捆甘蔗 不好意思啊 这捆甘蔗 所凝聚的浓浓实声情 令南沙手交官兵 对我们院校教员 充满了敬意 也深深激励我 牢记初心 爱港敬业 练就过硬的业务本领 在课堂上 我坚持用忠于祖国 不怕牺牲 英勇作战的南沙精神 感染学员 做学员爱军习武的榜样 近年来 为了提升学员国际化素养 断照 能打胜仗的高素质人才 学院每年都有 远洋出海访问任务 我也经常参加出访 负责远航中的气象教学 与保障工作 六年来 我先后出访了五次 到访二十三个国家 学员们都牺牲我为 大洋上的沐云人 渐停远洋出访 面对的往往是陌生的海域 陌生的环境 随舰气象保障 能否把恶劣天气 报得准 算得精 直接关系到舰船的安危 堪称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二零一二年 我作为随舰气象保障组长 参加了和谐使命 正和舰环球型任务 在横渡大西洋的过程中 我们遭遇到了 发生在百慕大群岛的 克里斯飞风的堵截 我经过中和分析 认为该飞风具有爆发性的特点 如果我舰按原计划航行 很有可能被卷入到 飞风的涡旋区 危险极大 我强烈建议 及早调整航向航速 加速规避 最终海军机关和厨房指挥主 采纳了我的建议 及时调整了航向 航速 成功规避了克里斯飞风 就在一天后 克里斯突然爆发北上 正好横跟在我们原来的计划航线上 惊得大家都出了一身冷汗 厨房指挥主首长 评价我说 孙教授气象预报 神机妙算 优点是认真 缺点是过于认真 但就是靠他这种认真 才保证了我们郑和舰换球型的 来去平安 作为一名经过奶沙考验 和留学培养的院校教员 我深知要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 必须要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海军 要培育一支优秀的海军人才队伍 我将努力穿成大连舰艇学院 现身严格图强求实的光荣穿透 三尺讲台当名师 驰骋大洋保平安 经武强军当开魔 让我的手机里 不断添加更多的学院号码 谢谢 我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啊 邓老师 我能从你的讲述当中 感受到全权赤子之心 我也能感受到 甘为如子牛的 这个奉献精神 咱们今天就做一个约定 好不好 你现在的手机号里头 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个 学员的手机号 对 当你存在够两千的时候 你马上跟我们栏目组的编导联系 咱们就在这个舞台上 给你好好认认真真的 做一期节目 给你过一个教师节 我来给你主持 好不好 谢谢楚老师 好 咱们就说定了 好 谢谢 从孙老师讲述的故事 我就明白了 为什么大连建院 能够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学员来 真是有什么样的老师 才会有什么样的学生 而且您的故事 我感到这是一段长长的岁月 我看了几张照片 特别有感触 从一个那么年轻的小鲜肉 一下子经过岁月的磨练 变成了两病微霜的 并不油腻的松面男人 那么这一段岁月 你付出了多少 我们从你的故事里面 能够体会到 你收获了什么呢 那就是一千五百多电话号码 而且有一点你尤其难得 就是你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院校教育工作者 同时你在实践方面 又是个优秀的专家 你既能上得了讲台 又能够上得了战场 我也跟你有个约定 而且我们这个约定 我估计得抢在这个楚老师的前面了 大连监院是和新中国同龄的海军高校 那么明年2019年 是我们新中国70周年的大庆 也是我们大连监院70周年的校庆 到明年这个时候 我们不妨相约2019 我们相聚在北京 再讲一讲大连监院70年来的故事 好不好 谢谢卢老师 我热血期待 好 谢谢 三老师您好 您好 向您致敬 谢谢老师 刚才楚老师和卢老师 分别都给您有约定 我也要参加你们的活动 咱们三个一起的 好 那肯定的 好 咱们三位一体要参加 刚才咱们说好的这两件事把它做好 好 好的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 我热血期待 强军故事会 大连电体学院专场 五位讲述者的故事都讲完了 最后有请其他四位讲述者 一同登台 请你们每个人说一句话 担心竹梦强军路 南社征程 苦心章 祝魂欲人 建院志 再创一流 续辉煌 运动场 训练场 课堂考场 长场勤学苦练 方能 绝胜 江场 大漠 大漠满月月 越更圆 助手海江 更领先 让青春在军营驰骋 全速遨游 圆满青春梦想 立下强军誓言 准备 请把新政城 好叫吹响 强劲目标 召唤在前方 我要强 我们就要担当 战旗上 写把铁雪荣光 将雪梦 天赞之灰 大大上场 风又亮 不及强力 断桥梁 没错 我决心将头